编译无师男来源搜狐健康到医院就诊时 你是随即选择医生 还是每次都找同一个医生看呢 别看这个问题有些奇怪 但这个就医习惯 很可能会影响你的生命 近日 据BBC和New Scientist共同报道 英国埃克塞克大学 发表在Bluca的一项最新研究结果显示 每次看病都找同一个医生的人 除了感觉和医生更亲切外 还能降低死亡率 盛伦纳德医学院的Denis Peragre及其同事分析了美国 英国 法国等九个不同卫生系统国家的22项研究结果 其中有18项研究结果之处 随着时间推移 与其他患者相比 坚持看同一位医生的人死亡率显著降低 由于这十几项研究 恒然看医生连续性的方法不同 因此有专家质疑 Grey团队对死亡率下降的程度 难以做出全面估计 不过台湾最近一项 针对近40万名糖尿病患者的调查研究 同样得到了类似结果 坚持看同一位医生的糖尿病患者死亡率 只有看不同医生的患者的一半 两项研究证明医疗照护的连续性 对患者的生命具有显著影响 而且不仅限于家庭医生 同样也是用于专科医生 精神科医生和外科医生 实际上在此之前就有相关研究证实 坚持看同一位医生的病人 满意度更高 也更容易接受医生给出的医疗建议 给医院带来的好处就是 不必要的住院人数有所减少 节约医疗资源 当病人看到熟悉的医生 并与之相处时 其交谈更加自由 会向医提供生更多与疾病相关的信息 这样 医生就可以巧妙地调整治疗方案 并给出更加合理的治疗计划 Grey说 不过目前 为患者安排他们所选择的医生 只是被看作方便患者就医的一种方式 并没有从护理连续性上解释原因 但这项研究告诉人们 看病就诊的连续性 已经成为医疗质量问题 甚至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在英国 为了让医生与患者之间形成连续关系 他们采取了很多方法 例如 给患者安排一个医疗小组 让其与自己的家庭医生时刻保持联系 时刻记录健康情况等 当然 想要同时满足医疗照顾连续性 和及时获得医疗服务 这两个需求 还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无论在英国 还是在国内 医生数量的短缺 依然是制约医疗服务连续性实现的关键因素 参考资料 感谢观看